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湾新总统将面临中国的愤怒 赖清德称想劝冷静 打混合牌 北京如何干预台湾大选 习近平连输三次 任内蔡英文 赖清德接连当选 请大家收看 台湾新总统将面临中国的愤怒 赖清德称想劝冷静 法广 台湾新总统将面临中国的愤怒 赖清德称想劝习近平冷静 https t.co cascorks 9qpictwitter.com uk3rbrxqvi 云dash rfi华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at rfi下话线CN January 13 2024 台湾新任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可能会在5月份就职时 面临他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任务 并且必须应对中国的愤怒 中国一再谴责他是危险人物 是分裂主义者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赢得周六选举的赖清德 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 他希望与中国保持现状 并提出与北京对话 赖清德称 我们不想与中国为敌 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赖清德以英文名字威廉而广为人知 他于7月对一家台湾电视台如此表示 但在北京看来 64岁的赖清德是一名分裂主义者 和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因为他在2017年担任行政院长时 首次发表有关成为台湾正式独立务实的言论 路透社说这是北京的红线 而且中国声称台湾属于中国 第二年赖清德告诉国会 他是台独的实际工作者 导致中国报纸环球时报呼吁中国对赖清德发出国际逮捕令 并根据中国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起诉他 赖清德坚称他只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 在竞选过程中 他坚持蔡英文总统的路线 即中华民国台湾的正式名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部隶属 根据台湾宪法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台湾所有主要政党的共同观点 1949年 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输给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并于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逃往台湾 让北京担心的是 赖清德可能试图通过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来改变现状 但赖清德已表示他不会这样做 路透社引述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吴新博说 我认为中国恨他真的恨他 吴新博说 如果他当选为台湾领导人 他可能会来推进台独的目标 从而引发台海危机 尽管如此 虽然中国已宣布对几位台湾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赖清德的竞选搭档 台湾前事实上的驻美大使萧美琴 但并未对赖清德采取制裁措施 这或许表明北京并不想完全关闭 有一天与台湾以及赖清德交谈的大门 不过赖清德则称想敦促中国习近平冷静下来 赖清德在竞选期间表示 他将坚持蔡英文总统提出的与中国对话 维持和平与现状的道路 同时承诺保卫台湾 并重申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 台北国际政策咨询小组董事总经理陈志远表示 赖清德的政纲即使不完全相同 也与蔡英文相似 蔡英文在连任两届后被禁止寻求连任 陈志远说 我不认为赖清德的政策和政府 会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 赖清德出身于台湾北部 出身卑微 是一位煤矿工人的儿子 他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父亲因矿难就去世了 赖清德是一名医生 专门治疗脊髓损伤 2020年 他成为蔡英文的副总统 当时蔡英文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蔡英文警告称 鉴于北京镇压香港反政府抗议活动 台湾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 此后 中国大规模加强了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 毕于2022年8月和去年4月举行了军事演习 以回应台湾与美国的接触 路透社引述台湾官员本周表示 他们预计中国将试图向即将上任的总统施加压力 包括在赖清德就职之前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今年5月 赖清德在母校国立台湾大学与学生举行的问答会上表示 他最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进晚餐 他希望能建议习近平冷静一点 对此 中国国台办表示 鉴于赖清德的台独本质没有改变 他的言论怪异和欺骗性 路透社说 北京要求台湾政府承认台湾海峡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国 但蔡英文和赖清德拒绝这样做 解码中国 打混合牌 北京如何干预台湾大选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二1月9日当地时间下午 台湾国防部发出了四次国家级警告 市警中国大陆发射卫星飞越台湾南部上空 手机用户们都收到了中英双语警报 其中英文版本错用了MISO飞弹一词 这引发了许多人发出疑问 北京是否在台湾大选前几天发动攻击 警报发出之时 台湾外长吴钊燮正在开国际记者会 包括德国之声记者Richard Walker在内的许多在场外国记者都收到了警报 看了手机警报后的吴钊燮试图安抚在场人士 不过他将中文版本一度看错 误以为卫星是飞过越南上空 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在这个区域发射了卫星 飞过越南领空 那没关系了 国防部发布的警告内容是 中国于15点04分发射卫星 以飞越南部上空 请民众注意安全 若发现不明物体 通报警销人员处理 吴钊燮之后修正了自己的说法 不过他对与北京可能发生冲突的不安情绪显而易见 那么 大选之前 台湾是否尤其紧张 这抑或是一种选战策略 制造民众恐慌情绪来助选 中共当局本希望看到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获胜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是赖清德 他曾表示自己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这踩到了北京的红线 曾在台湾居住多年的记者 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Marex前高级研究员科克里茨 Angela Cockeritz表示 中共尽一切努力阻止赖清德成为总统 但台湾的整体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即便是国民党上台也无法做到中共希望看到的那样 第三位总统候选人是柯文哲 他所在的民众党成立于2018年 在1月13日的台湾大选中 侯友谊和柯文哲承认败选 并向赖清德表示祝贺 赖清德与肖美琴已当选总统 副总统身份出席国际记者会 并宣布选举已经在今天顺利完成 务实的关系 习近平将统一放在其政治议程的重要位置 称这是历史的必然 科克里茨指出 习近平的国家机器正竭力操纵台湾的舆论 自1996年台湾只选第一任总统以来 北京一直在这样做 中共希望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的最终目标 北京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 发出战争威胁和贸易抵制 同时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与国民党保持一种务实的关系 双方都反对台湾独立 同意义中 但中共认为的义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国民党则是中华民国 2015年11月 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 会见了当时的台湾总统马英九 这次会面通常被视为中国大陆对国民党 在一年后总统选举中的支持 但国民党在这场选举中是输家 贷给了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马英九去年夏天曾登陆 进行了为期12天的大陆之旅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年三次访中 最近一次是在大选前四个星期 他在大陆不仅会见了台湾商界代表 还与中共高官举行了会晤 比如与中共政治局排名第四的常委王沪宁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目前与北京保持距离 他提出了一个三D战略 认为两岸关系的战略重点是 Deterrence的下组 Dialogue的对话 还有De-escalating 降低紧张 马英九不久前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 基本上 侯友宜的三D战略与我的立场一致 不独 不同和不武 中国的经济威胁 尽管在蔡英文八年总统任期内 台海政治局势紧张 但双方的经济仍然紧密相连 但双方政府越来越难以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2022年台湾对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出口额约为2380亿美元2170亿欧元 是同年德国对中国出口规模的两倍 自今年初以来 北京已经叫停包括化学品在内的12个产品类别的台湾进口关税减让 今年1月9日 也就是台湾大选几天前 中国商务部表示 大陆正在考虑暂停其他台湾产品 比如如鱼业产品 纺织品和汽车鳞部件等的关税减让 这样的举措可能会影响台湾的中产阶级 并可能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将票投给谁 台湾国防部每天都会在社交媒体X上 公布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统计数据 就在大选举行的这个礼拜 前4天就发现33架中国军用飞机和13艘船只在台湾周边地区活动 最近 国防部还报告了数起中国气球飞越台湾海峡事件 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 因为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 美国也参与进来 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 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 不仅是台湾和大陆之间发生热战 也防止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发生战争 他还指出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做了18次美中假想战争军推 18次都是美国输 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把武统威胁作为选战的关键议题 试图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 在虚拟世界中 一场有假新闻和虚假信息主导的 关于台湾的战争已经打响 北京的网络大军被怀疑是广泛传播这些消息的幕后黑手 台湾2300万人口中 有500多万人都是TikTok的用户 而这个平台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企业 科克里茨说 在虚假信息战中 对美国的不信任或民众的不满情绪被进一步煽动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选民感到政府的施政相当糟糕 解码中国是德国之声的一个系列节目 从德国和欧洲的角度 对中国在当前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论点进行批判性解读 作者 当一了 赖清德胜选 外媒 台湾人无视中国强硬给习近平一击 自由时报 编译管书评综合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赢得13日的总统选举 国际媒体强调 他为民进党赢得空前的连续三届执政权 这名中国眼中的麻烦制造者当选总统 是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记打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 台湾选民不理会中国的警告 及与执政党历史性的第三个连续总统选举胜利 选举结果显示 选民支持民进党的观点 即台湾是一个实质的主权国家 应该加强防范中国的威胁 并且深化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 即使这意味着北京的经济惩罚或者军事威吓 CNN说 这个结果也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八年来对台湾愈加强硬策略的进一步无视 以及对支持与北京关系升温的国民党的又一次重击 彭博评论认为 赖清德被北京称为麻烦制造者 分裂分子 他的胜选是对习近平的打击 可能令北京不满 台湾选民决定支持赖清德 凸显他们对于与中国保持距离的渴望 甚于对高房价 薪资成长比预期缓慢等日常内政议题的与日剧增挫折感 民进党赢得创进录的连续第三届执政 也将考验近期稳定下来的美中关系 习近平连输三次 任内蔡英文 赖清德接连当选 自由时报 记者吴亮仪 台北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将当选下一任总统 民进党成为台湾总统直选后 第一个连续三任当选总统的政党 这也代表 从2012年底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连续输三次 被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两次 赖清德一次 习近平自2012年11月就任总书记 台湾在2012年1月大选 由前总统马英九当选 不过在习近平任内 台湾举行过三次总统大选 虽然中国戒选越来越严重 但在2016年 2020年和2024年的总统大选 前两次由蔡英文当选 今年由赖清德当选 习近平戒选台湾全败 习务比利时首相强调 施欧为合作伙伴 新岛日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会见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赞赏对方多次公开反对脱钩锻炼 习近平强调 中国对欧政策保持长期稳定 始终视欧洲为合作伙伴 欢迎比利时企业来华投资新业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欧之间需要架更多的桥 向比利时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德克罗表示 比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不断发展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 世界需要中国和欧洲携手做伙伴 习近平连输三场 北京如何应对 全球紧盯 网友 台湾民进党继续执政 CNN 北京如何应对 光乎全球经济走向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在星期六 一月十三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 以超过520万张选票和超过40%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胜利 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以来一个政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权的历史新记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周六 一月十三日发表的一天报道中指出 台湾在世界上占地不大 人口也不算多 但是由于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芯片企业 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 因此赖清德胜选这个重大事件 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 在台湾大选前 北京的国台办一再抨击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 呼吁台湾的选民在投票时 在战争与和平以及繁荣与萧条之间做出选择 不过从大选结果来看 台湾的选民并未因为北京的喊话而影响他们的投票意向 CNN在报道中指出 在赖清德当选后 北京看起来似乎不会再很快对台湾发动战争 但是他对台湾的军事或经济压力可能会增大 如果赖清德和民进党胜选 我们可能会看到北京采取一系列胁迫性行动 CNN引述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熔顶集团 Rodian Group副董事查理 维斯特查理Vest的话说 维斯特指出 这些行动包括可能冲击台湾海峡商务航运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及对高度依赖于北京贸易的台湾实施经济制裁 2022年8月初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不顾北京的警告 坚持访问台湾 以及去年4月 蔡英文总统在过境美国期间 在加州会晤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西 凯文 McCarthy之后 解放军都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了连续多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台湾海峡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水道 每年全球集装箱 航运终于有一半会穿越台海 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举行国际记者会 CNN在报道中指出 台湾与中国大陆一方面是政治上盘根错节的对手 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伙伴 北京既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又是台湾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根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 中国大陆去年是台湾35%的出口商品的目的地 出口商品的绝大部分是机体电路 太阳能板和电子零部件 而去年台湾的进口商品中也有20%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去年从两岸贸易中获得805亿美元的顺差 台湾和中国互相对对方都极为重要 CNN引述维斯特的话说 中国在全球电子供应链中非常依赖台湾的贡献 和台湾公司的协助 CNN指出 台湾台积电等公司生产的半导体产品 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台湾也是中国与世界贸易中关键的一环 根据熔顶集团的估计 台湾制造了世界上超过60%的半导体芯片 以及大约90%的尖端芯片 中国从台湾进口电子零部件和精密机床 组装之后再将这些设备出口至全球各地市场 维斯特告诉CNN 赖清德和民进党胜选之后 北京有可能以对台军事和经济压力作为回应 但是 除非出现全面封锁这样的重大升级 而这样 因为也会让中国自己的经济损失惨重 而可能性不大 这些行动无法从根本上让台湾的自主或经济成长面临风险 维斯特还表示 如果台湾遭到全面封锁 全球经济一年的损失可能会高达2万亿美元 而且还没有将美中因此发生冲突 以及经济制裁的成本和代价估算进去 CNN指出 中国即使在两岸爆发贸易纠纷之时 也从未制裁过台湾的半导体行业 因为台湾生产的半导体行业 也是中国自己制造业的关键供应商 因为这样做 估计也会让中国经济深感痛苦 凯头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 习与蔡赖斗连输三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将当选下一任总统 民进党成为台湾总统直选后 第一个连续三任当选总统的政党 这也代表 从2012年底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连续输三次 被现任总统蔡英文击败两次 赖清德一次 中国借选失败 布林肯会刘建超 再提台海和平稳定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 1月12日 在华盛顿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 根据美国国务院 他提出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 并与刘建超讨论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问题 会谈中 布林肯强调了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错误拘留 或被禁止出境案件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 也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同一天 布林肯周五还会见了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外相上穿养子 两人讨论了维护台湾海峡稳定 以及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持久支持 周三 刘建超已经会晤了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费娜 张发娜 白宫称 费娜向刘建超强调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此外 两人也谈及中东 俄乌战争等全球热点话题 这场会晤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举行 时机敏感 外界认为台湾大选将考验缓解美中紧张局势的努力 此前有媒体分析 或成为中国新一任外长人选的刘建超此次访问美国 意图可能是向美国方面传达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信息 美国已多次敦促中国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刘建超9日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 Console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讲话 但没有透露中国将如何回应台湾选举 只表示北京注意到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声明 延伸阅读 中国经济胁迫加剧 对台湾大选结果有何影响 这是继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举行峰会之后 美中最新一次的互动 美国务院称 布林肯和刘建超12日还讨论了朝鲜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红海和中东局势 本周中美之间的其他交流 还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Vimondo 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11日的电话会谈 以及恢复冻结已久的军事会谈 白宫证实非正式访台计划 在周四1月11日这一场线上新闻背景简报会上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官员证实 美国将在台湾大选之后 派遣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台 但表示目前仍无法确认访台人员的身份 及确切时间 仅称部分仍在决定过程当中 他强调此举符合一中政策 符合现状 也有过很多先例 这位官员表示 考虑到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过去便经常派遣由前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台 目的是为了确保美方能向新任台湾总统 及其他候选人明确传达强而有力的 非正式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明确表示什么是美国一中政策 此前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五位消息人士的说法透露 白宫已任命民主党籍的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以及共和党籍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Steven Hadley来领导这个跨党派代表团 美方没有一中人 根据白宫公布的会议记录 在简报会上 这位官员说 目前并没有预测或猜测 中国会对台湾选举结果做出什么反应 但指出选举是民主进程正常 例行的一部分 若北京选择透过施加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胁迫来回应 将成为挑衅方 他还强调 在台湾选举中 美国不偏向任何一方 也没有自己重义的总统候选人 无论谁当选 美国的对台政策都不会改变 将继续保持双方强大的非正式关系 而在台湾选举和权力过渡阶段 美方将确保与北京的沟通管道畅通 包括外交渠道和不久前恢复的军方对话机制 有记者问 在与白宫官员的会晤中 刘建超是否明确表示 北京希望台湾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在胜选演说中说什么 不说什么 主讲官员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指出 刘建超与美方会谈的内容 与我们在其他高层接触中听到的 中方对此次选举和未来敏感时期的担忧相当一致 他对记者说 没有任何内容会让你感到惊讶 也没有任何内容与拜登总统从习主席那里听到的 以及我们在武德塞德 旧金山峰会举办地点 编者著会议后发布的内容有所不同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